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咱们来关注一下一个目前正在发酵的事情 就是关于南京财大教授冯岐海在网络上多次攻击辽宁南兰球迷 甚至攻击整个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最终的结果处罚已经是出来了 南京财大最终是将冯岐海降职调稿 算是调离了现在的一线执教的稿位 例外的话对于他进行了一个党内的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处分和处罚明显是不够的 而且很难弥补我们讲这种辽宁球迷乃至整个东北东三省人民 他所受到的这种情感的伤害 说实话以风其海之前的一些言论 绝大部分的言论我觉得够不成处罚他的标准 你只能说是一个相对不讨喜的自媒体人而已 因为总是去做这个自媒体的朋友应该非常了解 想要去获得比较高的流量博取到更高的眼球 确实是很多自媒体人都会像风其海去这样做 有点挑起地域争端的这种感觉 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在题目方面会起得相对比较不太合时宜一点 但是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冲 那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的荣誉 那只要是触及了这个底线的话 可能不仅仅是网民不同意 甚至就是国家也会去出手制裁的 对吧 此前多次有侮辱这个中国咱们国家英雄的一些事情的 这种微博大V都是被受到了刑事或者说是行政拘留的处罚 而我觉得冯其海他的部分言论其实已经到了这个规格了 对吧 比如说去强调这个918事变啊 对于辽宁人民的这样一种伤害 对吧 他甚至认为是有点不够的啊 那这种行为的话 我觉得就已经是触犯了咱们国家的底线 所以说只能给他一个停止和党内警告的处分啊 对于他的这种处罚力度是明显不足的 这是我认为啊 怀疑的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 因为他这种糟糕的言论出来之后 也被扒出了他过往的黑历史 可以说有多次去攻击啊 这种辽宁啊 尤其是东北人的这种倾向和言论 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件事情不是郭艾伦在网上啊 借助他的一个影响力来维护自己家乡人民 甚至乃是国家的利益的话 那么南京财大会不会对他做出处罚呢 是吧 那作为这样一个一线执教的老师 那么他所接触的或者说是所教育的 将会是一群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在他们价值观或者是行为意识形成的初期 有这样一个老师 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价值观 对于整个国家等个社会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有鉴于此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处罚也是比较轻的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说如果没有郭艾伦 他的这种仗义直言的话 南京财大究竟会不会对冯契海本人做出严重的处罚呢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同时的话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你现在是对他调稿 那是不是他写一份所谓的检讨书 或者说是有一定的所谓的表面悔过之后 就可以让他重新恢复到执教的队伍当中了 对吧 我觉得像这种人说实话 他们本身就是高层次的文化分子 那么写这种东西绝对是他的一个擅长的事情 另外一点的话 他的这种价值观形成 包括语言所用之恶毒 可以说在他内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是不是以后再去复用 或者说再去复聘的时候 要采取一定相应的措施呢 甚至我觉得像这种人应该是永不录用的 因此我们所讲的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就是对他的处罚过心 第二个疑点就是没有郭艾伦的话 南京财大是不是会继续对他所做的这个事情 继续容忍 这些其实都是没有能够给到 我们球迷也好 尤其是很多辽宁东北的球迷 一个真正答复的